一个多月以来,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就职专家组组长,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,大多数时间都躲在离市中心大约60公里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。 在这个上海收治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定点医院,张文宏每天都要查访,仔细研究300多个确诊病例,并一直在摸索新冠病毒的脾气。 2月28日,中心社记者在华山医院专访了抽空回单位的张文宏,在大家心目中直言不讳的硬核专家,在同时眼里是温暖嬉心的张霸,带着标志性的黑眼圈和脱口而出的警惧。 采访中,在谈到新冠肺炎出现全球蔓延这一话题时,张文宏直言非常令人忧虑。 现在的搭卷交上来,中国确实两到四个月有可能会控制住,但是我们等于预测到了开始, 但是没有预测到结果,一开始因为中国控制住,世界应该没事是吧,今天第一次出现全球新增的病例,超过中国新增的病例, 所以我们也非常担心就是说,现在中国控制住了,世界反而现在出现了蔓延,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一件事情。 张文宏认为,中国的经验不一定适合别的国家,别国的策略也不一定适用于中国, 不过,张文宏指出,诸如传染源如何控制,传播途径如何去切断, 易感人群如何保护等传染病最本质的东西是一样的, 而每个国家则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制定适合自己的防控策略。 就大家觉得很可怕,对的很可怕,因为这个新的病毒你不认识,但是接近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, 我83%的病人已经出现了,按他的数学模型,最好的结果也是要8万人干了,但现在337, 我就觉得只要整个的国家的所有的人,大家能够团结起来,把这个这件事情,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去做,这个病的可凡可吃,就是做得到的。 有网友评论说,这次的新冠病毒非常妖,张文宏说,其实把他的脾气搞清楚了以后, 就不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妖的病毒。 目前,有许多机构或组织都在研究相关疫苗和特效药, 张文宏表示,自己没有掌握一手材料,很难去判断究竟何时能真正研制出来。 流感,有药物吗?你们都知道有药物的是吧?解决问题了吗?没有解决问题。 所以传染病的一个预防和控制,它是个体系的问题。 疫苗或者药物对我们中国解决这一次的疫情,我认为是来不及的。 但是是不是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,下一步的流行会有用? 对我们中国将来自己面临的有可能的流行会有用? 我认为这个是可能的。 我们短期内的这个病的防控,我们还是不能太极西万语, 药和疫苗可以给我们带来神迹。 我们现在还仍然寄习万语,我们中国管大民众的力量。 张文宏在专访中提及,其实自己在当天驾车回市中心的路上遭遇了堵车。 在他看来,这说明这个城市开始经济复苏了。 但经济复苏了,不代表防疫等级降低或警惕性下降。 事实上,张文宏透露,目前各家医院发任门诊的筛查比前一段做得更紧。 我在想上海大概什么时候会真正的等级下来,包括把口罩摘掉。 可能就是要看到所有的返回,返到上海的人基本都来了,复工都已经复工了。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面,我们上海没有发现心得病人。 我估计这个时间点就是我们把口罩全部摘掉的时间点。 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呢? 估计最近几个礼拜可能还得先看一下。 张文宏说,上海的防控等级现在还是很高, 不鼓励出现密捷度非常高的情况。 他强调称,疫情防控不是政府一家的事情,跟每一家都有关系, 每个人都要有高度的静气性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